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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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已经说了很久了 看到回稳的一个SATA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水泥股 比如说中学建材 今天就抽回上去 其实它似是营造一个 很少的一个小型张帝 以及做了一个突破 短期来说 其实可以上到什么位置呢 短线来看12元这个水平 如果真的穿到12元的话 其实有机会飙回上去 上去之前的高位12个岭 这些高位 去到13元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个potential 这一类的水泥股 如果你不想找一些 整体的走势 那个trend是漂亮一点 不想找一些 可能是之前那些钢材股 水泥股其实是一个 可以去留意的一些股份 特别是建材 它有过了 就是中国建材 上网可以多少呢 我又觉得中国建材 你上网 因为本来要先看12元 但你现水平来说 就不是说差太远 我觉得是 你可以放高一点 整体看到那个 momentum的情况 其实都相对上强 你看着去到12.5元 13元 我觉得现水平 其实有机会到的 向下来说 看着哪个位置 即是7.5元 10元的水平 就这样 看一看 看看是否需要 去管理单位的工件 或者沽部分 这两只股 其实明显进行了一个突破 希望那个 转型走势 应该是比较强 一点 反之 如果你见到内涵相关的股份 或者这两只水泥股的垫头 液回来的话 那就要更加提防 因为你见到短期整股 就不奇怪 因为你出了多 可能你整股 可能是1-2% 或1-2-3% 其实我觉得是 可以接受 但万一是你原来 吃光了 今天升幅 甚至要倒置 回来10.5元 我觉得就 不应该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反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 使用了几率 就会好一点 因为宁愿 但是 真的会找回来 你才再考虑